如来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功德 圆满的向好 样样圆满 一切众生在理上讲 统统圆满 你这些智慧的特相没有失掉 只是你现前有障碍 智慧的特相现不出来 什么障碍 佛说三大类 第一大类 无名烦恼 第二大类 沉沙烦恼 第三大类 尽私烦恼 因为有这三大类的烦恼 把你自信的智慧 得向障碍住了 不是没有了 有 就是他不先前 障碍去掉就先前 什么时候去掉 什么时候先前 你能 放下一分 就先一分 放下两分 就先两分 完全放下了 你就成佛 成菩萨了 那问题在你 肯不肯放下 放下就实了 这个话 佛讲的太多了 大小城 独教人放下 那些是烦恼啊 烦恼是假的 不是真的 应当放下 放下 见死烦恼 你就正阿罗汉了 六种神通 都出现了 阿罗汉的六种神通 小神通 有局限 局限多大呢 阿罗汉里面最大的神通 只能见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 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 释迦牟尼佛教区之外 也见不到了 也听不到了 这么大能量 啊 这个教区多大呢 前面我们读过 十亿个银河席 十亿 十万万个银河席 啊 这么大的范围 啊 还是放下 现在人用手机 手机居然能够收看 网络的信息 啊 我住在香港 哪个地区 哪一条街 门牌多少号 哎 他在手机上的时候 在空中照相的时候 把我住那个地方 看到了 啊 但是阿罗汉的神通啊 他想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他就到达了 我们手机上看到 五人没到达 啊 这就是 放下 比这些机器 更灵啊 这机器 比我们放下 差很远啊 不啊 不回事 没到 咱们